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是最高标准的一根长红棒标准一根长红棒那这根长红棒当然它相对来讲也创了波段性高目前位置已经接近9000点我知道啦我知道很多人还在担心这个盘不能说不对不能说不对为什么说不能不能说不对重要关键点是现阶段来看台股的一个变动呢 那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全职股在涨嘛比如说今天涨谁今天涨3008的大力光再拉到涨平板当大力光再往上拉到涨平板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带动一些这个所谓的苹果概念股起来啊 这就是这两天我为什么去布局苹果派的原因不是一个苹果派啦不是一个苹果派就是代表所谓的苹果概念股就会上来你仔细看嘛今天肯定很强肯定很强对吧你要不要看之前买的都套了之前买的都套了之前买的都套了到今天才等解套而已 在等解套所以呢你要怎么去选股啊其实基壳股里面今天有两支股票非常强一支是可成另外一支叫5264的凯胜啊凯胜今天大涨涨了七八凯胜都比可成厉害了对吧完成底部的一个姿态上来如果你看得懂技术分析你就知道不过呢我选择的却不是这个我的苹果派却不是这一支啊就能跟你讲到台郡 其实前天我就跟你谈到了宏图大展不是吗没关系我公开给你看啊我们的宏图大展在今天创波段新高好红准红准二三五四的红准我买的是红准红准这一波最先站上季线然后呢创波段新高你要买股票买多好的股票才对吧是不是听到没有 空高的股票可以了可以了今天上来啊那会不会直接上去还很难说至少我觉得5264的凯胜他完成一个底部的一个姿态可能更为扎实了好了这一步谈了这一步谈因为苹果派里面来看的话它不是我的重点不是我的重点不管我是买我买的台郡也好或轰坠也好都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这个盘你要怎么做对怎么做才是关键 最近的变数从今年台股从今年年出来就一大堆变数从了MV的贬值然后到了英国的脱欧到了意大利银行的这个债务的问题最近叫南海争议其实都没有受到影响美国股市一样是创力行高台股虽然震荡还是往上走高南海的争议南海有什么争议南海是我们的 如果南海不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要住在哪里对吧南海是我们的啊这样说来东海也是我们的啊如果东海不是我们的那海龙王又住在哪里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其实这些争议到最后都会淡化掉我用轻松的方式来跟各位来谈这些争议到最后都淡化掉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你的选顾才是重要的吧很多人到今天才等解套 才开始等解套但是呢在这段期间我乔薇已经卖光了我从25块半涨到35块涨到35块来来来来我卖了34块我没有卖最高我卖了34块那我最高卖了34块我把乔薇全部的出息了因为我不参与出息我跟你谈到了7月20号要出息我不会参与出息对吧这段期间要不要看一下这段期间你是买乔薇好呢还是买 可买可乘好很简单吧这个概念上就很简单嘛这段期间你买可乘到现在还在等解套对吧到现在还在等解套但乔薇却大涨一段上去了砰上去我们最厉害的股票不是乔薇乔薇我只赚了三成三成三三三十三%左右用我买进的25块半到34块卖掉你自己算啊33%我赚三成最厉害的叫做萌萌的 萌萌萌对26个有创业我到现在一张都没有出你先看一下萌萌萌我的萌萌来从头到尾从我买进开始36块买进37块加码开始参与除息两块三 لي没有任何一天叫做长丁板没有今天差一点也没有长丁板非常漂亮 我不需要涨停板 我不需要涨停板 你还原权子两块三的话 我们用除息两块三 你把两块三加下去 已经来到五十三块 五十三块 三十六块 你帮我计算 我赚多少 五成 接近五成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些股票我很坚持 我要参与除息 原因在哪里 我看到未来的方向 对吧 我看到未来的方向 因为蒙利 我再强调一次 昨天开法说 不是有两家公司吗 一家叫大力光 一家叫台积电 两家都报好消息 结果大力光在今天拉涨一满 台积电尾盘才翘起来收吼 台积电翘起来收吼 台积电 他在法说当中 除了公布他双绿双升 毛利率 营业率 在第二期增加 然后再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 他要扩大资本支出 而且超过英特尔 原先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是91到100亿 现在扩大到95到105亿 我讲的是美元 如果台积电扩大资本支出 那台积电的供应链 是不是就收费了 冰沟 打队了 但是其他的股票有涨 其他股票小涨而已 但是我的毛利却大涨 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好了 你看看毛利的股本 19 19亿的股本 我们买在这个位置 5月25号的36块 35块9 我就用36块来计算 整理了一个月盘 我让你盘 我非常非常有耐心 我说过赚大钱是要有眼光跟耐心 我有眼光 我把它挑出来 我有耐心 我等你盘 到最后噴出去 这地方还除息了2块3 要不要怀远选持 我告诉你怀远选持这样走 这个位置 大涨上来 好 这段期间有没有任何一天长定盘 没有 没有任何一天长定盘 今天差一点 但都还没长定盘 我不需要长定盘 我需要的是 我要扎扎实实赚到50% 这才是关键不是吗 从乔威到蒙利 还有一支 我要参与初宣席的 记得哪一支 米端 你知道蒙利为什么 最近投薪一直在买 因为蒙利接到了台积电 14亿吧 17亿还是14亿 我忘了 14亿的一个大单 我刚才给你看到了 蒙利的股本就19亿 一阶阶台积电14亿大单 我告诉你 还有什么 还有大陆的京东方 跟华兴光电的订单 还没有公布给你看 好 你就知道为什么蒙利有包到现在 我准备让我会员大赚 大赚一大波 绿端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买进去的时候 38块39块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卖 虽然拉回来 最高冲到18块 拉回来 拉回来 我会参与除旋席 为什么 因为物联网里面 做资安的 资讯安全跟防害的 谁最厉害 李端最厉害 网通谷的李端最厉害 我们称之为物联网金并 好 而且我跟你讲到了 他的订单 已经接到年底 所以拉回来 我去继续买 我38块买 我42块还加码 你看我怎么操作股票的 我不是38块买40块就把它跑掉了 我38块买42块加码 拉回之后 我再加码 我再加码 这个叫做操作 什么叫做操作 这才是操作 当然除了 我刚才谈到了 除了乔薇 到所谓的蒙利 再到利端之外 下一档标的会在哪里 除了风条与顺 我今天没时间讲 下一档标的 我在帮你抓 你看那个风 我们随便抓好不好 就算我的风条与顺 从这个位置 长到这个位置 也是长了一段 拉回再买 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是赚大波段的开始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如果有 我们的让利专案 我已经推出来了 在昨天推出来 那但是呢 公司跟我讲 这个让利专案 太过于优惠 为什么太过优惠 因为 你只要先付投席款就好 你只要先付投款 我一款你赚到钱 我帮你赚到 你再来付 所以呢公司跟我讲 只剩下20个名额 只给我最后20个名额 那这20个名额 一旦满了 这个专案就撤掉 所以让利专案 很快会额买 最后20个名额 先付投款 违款 这个赚到再付 那欢迎各位 打电话 先来先接受看 明天同时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债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审慎评估 是